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精 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位 很厉害的研究者 他是我们研究就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门神 可是因为我们之前节目 或包括说我之前受访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以南部的门神彩绘为主 然后呢 我今天访问的这一位 他很厉害的是 因为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 就是研究 第一位研究北部门神的第一位研究者 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来邀请他 而且真的 我们认识的那个机缘就是非常的巧合 然后非常的 就是觉得默默的 就好像有人在牵引这样子 好 Fiverr 等一下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说 好 那我们就非常 非常就是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华纳慧 大家好 我是华纳慧 华纳慧的名字真的很可爱 对啊 这是我小时候的绰号 好哦 那我们就来请华纳慧跟我们 讲解一下门神 因为我其实 就比较是属于门神的故事脉络嘛 但是我们知道华纳慧 他其实 您的背景其实是学历史 然后后来又到艺术大学去研究就是文史 对 那可能就是耳濡漠然的 就是您对于就是 从艺术的观点 或者是从欣赏门神的脉络里面 会比较清楚的去 知道怎么样去解析 对 怎么样解析 然后去理解门神要怎么欣赏 对不对 是 嗯 嗯 其实就是来这边是分享我 从研究者的角度 嗯 然后去 怎么去分析门神的一个过程 你刚刚不是说要欣赏者的角度吗 对啊对哦 哈哈 我要从 好我假设说我是一个初学者 然后我来跟大家一起来欣赏门神这样 对啊对啊 因为这样大家比较知道什么入门 就是聊聊这样 好 对 那 我觉得其实看门神 大家可能 通常就是进去一个传统建筑 然后就开始 可能看 看了 东看西看然后不知道怎么看 对对对 对啊 那来告诉我们今天怎么看 好 那就我的一个角度啦 我会先了解一下 这个 这个庙或是这个传统建筑 嗯 它在当地的一个历史脉络 还有它的地理的一个文化脉络是什么 哦 你是去查书吗 还是去看它周边卖什么古早 小吃 其实都可以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像我之后会提供给各位的那个神殊玉律是大道成慈圣宫 是 它的中间的门神 是 神殊玉律 对对对对 那它的主事神是妈祖 对 对这个就很特别 对啊 因为一般来讲神殊玉律 圣殊玉律的门神好像是会比较属于就是家神的那种概念 比较不会是公共神对不对 因为它是比较远古的神 对对对它比较远古 对那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远古的神其实它可以应用在各种神的门神上 这是一个说法 那这是某个彩绘师的看法 是 那 好我回到就是地缘关系 文化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什么 文化脉 它的文理 地方文理的部分 是 像大道成慈圣宫 它其实是大道成的三大庙之一 跟狭海 城隍庙 城隍庙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法祖真君庙 是并称大道成三大庙之一 是哦 因为大家都我先帮大家讲一下 因为像我们这种财书学浅的时尚少女 没有啦 像我们这一般只知道就是小海城隍庙然后去拜月啦 对 然后那个慈圣宫的话其实我之前有去过一次 其实那时候我也觉得说慈圣宫怎么会是三大庙之一 因为感觉就是没有很红 对 可是好像 然后还有那个张 你刚说那个张君 法祖真君 法祖真君庙 法祖真君庙它是不是在二楼 呃 它是另外一间庙 另外一间 然后它是不是在楼上 它其实不是在一楼 就是法祖宫啦 法祖宫也是一个很大一栋的 对啊 哦 对对对对 它是二楼二楼以上对不对 它其实一楼没有对不对 嗯 这个印象中好像有去过 就有带大家去发现 没有我有去过我有去过 那时候我那时候出差的时候有去过 对对对对 对那尤其是像刚刚说的慈圣宫嘛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以慈圣宫 嗯 我们来解释慈圣宫 好 那我们会从 我就说 没有真的太多了 对啊 好啊好啊 你就聊一个 然后那个 呃门神的各种 呃比如说跟祖世神对应的那个 嗯嗯嗯 就是画的那个 是 画法 是 应该说对应的神明啊 这个 在古灵精之前有授访的podcast 大家可以去收听 那个节目叫什么 那个节目广 好 总之 还有一些 会从 假设说我们是一个初心者 好来 好 我们先从那个台北的那个大道城的慈圣宫 来说起好了 对 好 那慈圣宫的门神是 申疏玉律 对 好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地方纹理嘛 嗯 那他的地点其实就是在大道城 嗯 以前是非常热闹的地方 嗯 以前呢 前面的庙城 比较大 嗯 跟现在这个庙城的范围不太一样 以前是很多小吃摊 所以就是说很多 其实大家经里面很多庙 前面都有很多有名的小吃嘛 包括台南台南 对 那个石巾旧啊 那边也是 石巾旧 对对对 石巾旧最近那个 我忘记在这间庙 广安 广安宫刚刚整修 以前是聚集很多有名小吃的地方 对啊 阿甘米 鹹味 有有 以前阿甘鹹味 就在那边 就在庙口 然后以前我爸爸说就是 他要招待就是北部下来的朋友啊 就早上五点多就要去排队 对 我觉得我们要变免食节目了 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大道城 免食节目我们可以做好几集 没问题 真的 就是庙前小吃 真的好 然后那个大道城食堂宫里面 呃外面就是很多很 呃应该说 韬客知道的 嗯 要去吃的地方 对 所以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 嗯 我不建议它变成美食节目 这样我们又可以多做一集 我觉得我们时间有限 哈哈哈 你可以讲 你可以讲 但是北部的一些 嗯 比如说像呃我们叫做什么 鱼肉饭啊或者是一些嗯 一些什么鱼羹啊那种的啦 哦哦 就是小吃类的啦 就在那边 对对对 哦 走 可是我太久没回去了 我怕我讲讲人家找不到就在怪我 下次我们可以沿街吃然后沿街介绍 好 对啊 好啊 所以可见它是一个很有那个人人群聚集 然后对 形成一个 妙节 一个人的那个中心信仰的地方 是 对那他也是就是当初就是在那个呃当初在卸斗之后 他们就好像同安人把把妈祖这样子接来这里盖起来的 所以他那边是同安人 对同安人对对对 哦 嘿 那就是在那个顶下交平之后啦 嗯 以前有很多那个 就是蟹豆啊 嗯 我读过台湾史的一些资料就是 就爱打架啊 不同的族群 对啊 然后嬉皮二红也打 对啊 就是这个都提到 反正只要有事情都可以打 然后之后就是 这跟有时候跟祭祀也有关系啦 祭祀 就是呃 跟祭祀圈啊 哦 祭祀圈 也是会有关系 对对对 这个就提到 好 那总之就是先了解他的地方文理之后 有一个底嘛 心里有个底 然后他的主神是谁有个底 好 那我们就可以进去 走进去这个庙啦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 呃 建筑的形制 嗯嗯 那为什么要看建筑形制 哎 你真的很用功啊 一般人进去都只有拜拜而已 然后你还会去研究他的地理脉络 跟他的美食 所以研究纹石 你就会开了另外一个眼睛 哈哈哈 就是我们只是进去拜拜 然后想说就是随便帮我们开天眼 让我们就是求文昌 嗯 可是你在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文昌一圈了 这样 就对就是当然是可能也是从网路啊 或是你自己私底下去看一下 当然就是看每个人的用功程度就真的 就真的很用功啊 他可能看很多资料 哈哈哈哈 好 好好 那我们像姐姐一样 姐姐哈哈哈 哈哈哈 像完他会一样 对啊 对啊 我比古灵金虚长几天 哈哈哈哈 还同心座好 进去之后进去之后 对 进去之后我们就看一下他的建筑形制 就是他是几开间大啊 然后他就会有几扇门 几开间大 对对对 比如说三开间五开间 那他就是会有相对应的门 比如说三开间可能就五扇门啊 对不对 三开间是五扇门 嗯 嗯 然后但是他是五扇门的话是十个门片 对 哦就是一个门是两个门片 嗯对 啊如果我讲错就大家请原谅我 哦 有点紧张 哈哈 不要紧张 我们就是聊天 OK 然后重点是中间的那一个就是庙宇的主寺神 嗯 相对应的门神这样子 是 对 那旁边就是呃侧侧边的就是他就是 所以我们是 以前是门神 他们其实就是比较次要 其实我要讲的是 呃传统建筑 里面的柴绘 它也是跟传统建筑一样 它是有主次 主次之分的 嗯 我之後會聊到就是所謂的大傳統 就是我們的這種大傳統就是講說 我們就覺得說知道說中間就是主嘛 比如說主神就會放中間這種的 類似這種一些虛偽的概念 其實都深植在大家的學藝裡面這樣 所以就是彩繪也不例外 它也是一樣要照著這個建築的一個性質 那我們就是當然越外面就是越次嘛 我覺得這個很像是一個 就是Rune in Rune out的概念 像剛剛我們是從外面的地理環境 然後我們就Rune in到門了 好那我們先Rune in到門 我們可能還要再往裡面看嘛 總要看一下主神啊 對啊然後去拜拜啊 對然後就是看一下我們的周邊的 其他的神明是什麼 然後可能都有一些故事啊這樣子 好那我們會回來看 就是走進來看門神嘛對不對 好就走回來看門神 所以是你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先進去 就是先看那個門的 先看那間廟的外觀 然後看它大概有幾下門幾個門口 然後我們就是應該從右 我們面對主神的右手邊走進去對不對 對我們通常都是 人家說龍邊虎邊嘛 所以就是我們要從那個 我們面對廟的右邊進去喔 如果你從就是 因為中間是神走的路 對我們不會從中間 而且那邊都會有香爐嘛 對啊對啊 那有禮貌的那個 小朋友 會從右邊進去喔 然後再從左邊出來 欸你知道為什麼要從右邊進去嗎 為什麼要從龍進去 那你就可以 就知道這些潛規則 你就可以知道很多很有趣的一些 傳說喔 一些 呃次序啊 還有一些你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嗯 對那包括 廟裡面的它的擺設啊 嗯 都會有很多剛剛說的主蟲的 虛偽那從外面也是 從外面看進去也是 外面就是外人嘛 嗯 然後越進去就越核心這樣子 啊 所以就是一個箭頭進去是從外到內 對然後然後呢 你要從中間 如果是橫著看 你要從中間的 中門的門神嘛 嗯 沒有講到 這叫中門 中門門神在往 左右邊就是尺 啊 就是 從中 那個 從外從 你看它很像一個T字形吧 反過來的T字形 對 你就是直的 往裡面就是主神 對不對 對 然後在T的底下 那一個 那條線就是這樣 往左邊就是刺的 對 所以就是你從那個 你畫T中間的交接點 它其實就是 你可以觀察門神的一個 KING KING或 KING這樣 呃 就是 你可以從這個 像是核心發射的觀念 去看那個 妙 對 酷 對 那你也可以看到一些 裝飾也是啊 就老子就是王這樣子 而且所有東西都對稱 只有中間主神是沒有對稱 因為它只有一個 嗯 對 基本上是這樣 那 除非它還有很多鏡 所謂的鏡就是 呃 你看到廟有的 它會在 你在 跨過一個門檻 然後再到更後面去 比如說我們的五廟 像我們五廟就很深啊 五廟 哦 開鏡五廟吧 開鏡五廟很深 對 你就要再跨過好幾個門檻 然後到我們後面去 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實 到最精彩的都是在主店嘛 就是那個 對 然後再到後面比較 後面的地方的時候 就是它的那個彩繪就會比較簡單 嗯 就可能花鳥什麼的 它精彩的 就比較在前面啊 哦 能夠讓師父們表現的 的一個主要的 都在前面 都在前面 對對對 各種師父啦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是從廟龍邊進去 就是被龍保護了之後 進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回頭看門神對不對 嗯 那像我們以慈聖宮為主的話 它的門神 剛剛那個 華娜惠說的就是 身書玉律 那它的身書玉律的特色是什麼 嗯 你是說慈聖宮的嗎 對啊 對啊 我們用它來 我們今天不是要講慈聖宮 對啊 我就用它來講 好 對 就是 呃 因為因為本來 想說從一些 大致上的那個門神的 形制 來 來討論這樣子 嗯 那我們就直接 可以切入這樣子 嗯 那像 大家 如果說看到的門神啊 嗯 我們 我們可以從 假設我們面對著中門的門神好了 嗯 它都是最精彩的 那兩片嘛 對啊 那 我們 如果是比較近代的 我們 我們先從結構來看好了 嗯 你會發現現在很多門神的那個板面都快要被占滿了 對 嘿 那我曾經去量過那個比例 嗯 有的這幾乎就是7比8這樣子 很接近 就是 你會覺得那個 是叫滿版嗎 對不對 就是可能漂帶也都快要到頂啊 這樣子 然後鞋子快要到底啊 對 那留一點 當然會留一點點這樣 可是比較早期的啦 門神 它就是比例 就是可能是 呃 大概是3比4這樣子 也就是說上下留百比較多 3比4的意思是 3是什麼 3是 就是門神 4呢 4就是那個整片啊 整片門 就是它整片門裡面 哦 嘿嘿 3分 3比4 占那個 呃 占 呃 那叫什麼 75%都是 才是門神的範圍 所以它上下 還有比較多留百嘛 嗯 而且比8不是相對就比較少 對 只有十幾% 嗯 留百而已 對 那 嗯 近代就是喜歡這樣 就可能看起來比較 威風 比較有氣勢這樣子 比較大 對 那有的 才會是還會 畫的 快要這個飄帶什麼都 快要滿道門 邊邊 滿板到旁邊的那個 就是邊緣了這樣子 是 對對對 那最後就 門神這樣 不是就會飄到門外了嗎 哈哈哈哈 因為它神明會自己 神明會自己飛回來 對 對對對 對啊 那 這是比較像型態上的部分啊 嗯 對 那 再來就是 就是型態構圖的部分 嗯嗯 那頭身比也是啊 以前的頭身比就是1比6這樣子 嗯 然後後來就會變1比7.5 就是現在人 從上 臉會比較小嗎 對對對 然後看起來 因為可能剛好 九頭身或七頭身 沒照顏 哈哈哈哈 對 美男子 對 然後就是 比例越差異越大 它看起來的那個身體就越停發之類的 這也是有關係 嗯嗯 然後姿態的話 它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在 釘字步嘛 嗯 手持兵器啊 對 然後有的會撫鬚嘛 對 就是在這種畫面上 其實是有一個平衡的效果 對 就是它就不會這樣 只停停在那 好像 有的會踩踩的之類的 嗯 那 像我們舉的這個 生疏玉律 對 生疏玉律 它可能就是一個比較平面式的 因為它這個 許延塵畫師 其實它的畫風就是比較古樸 嗯 石聖宮的畫門神的是 老師是許 許廉成 許廉成老師 對對對 它 它是自治時期到這個 大概2000年左右的一個畫師 那它最全身時期是1950年代之後 嗯嗯 就是一個 在北部 嗯 就是宜蘭到苗栗都有它的作品 分布滿廣的這樣子 那我們可能之後 會再跟它 再跟各位深聊它的故事 好 對 那 它的本身呢 它的 它的作品比較平面一點 所以它的那個 釘字布沒那麼釘 對 它就是感覺兩隻腳腳 就是在同一條 幾乎是同一條線 對 對 那它可能也想要 達到一個畫面的平衡吧 就不要在這邊空格啊 因為我覺得可能每個人的 畫法不一樣這樣子 所以你看看它的東西比較平 也比較沒有隱隱感 對 對 那為什麼就是門神要佔釘字布啊 嗯 主要就是 通常門神都武將比較多嘛 對 然後它戰釘字布就是 有一個氣勢啊 有一種氣勢待發的感覺 嗯 就是因為它要守護它的主神嘛 哦 然後有一種 Ready的感覺 Ready I'm going Go 哦耶 去打壞人嘛 一種動態的感覺 你這樣模型啊 我覺得主要在庭面中 呵呵呵呵 戴著一種動態這樣子 對不對 嘿 好喔 那 欸我剛剛又突然想到一件 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 我們講那個慈聖宮啊 他們是身書玉律對不對 可是他們身上穿的衣服 跟那個情書寶 跟玉池宮的衣服 是一樣的耶 為什麼 對 這也是我有 我覺得就我自己的研究 我有發現這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 欸我們怎麼去發現 情書寶一時工 跟神書玉律的不同呢 對啊 因為 就我去研究的時候呢 有看到他們的服飾 其實後來看一看 幾乎都是清代以後的 清代不是唐代嗎 NO 因為我一直以為生書 因為我一直是認為 神書玉律他們是唐朝 不是神書玉律啊 我講說 神書玉律是商海經 然後情書寶跟玉池宮 是唐代的大將嘛 因為他們是要保護 那個唐太宗的關係 才有這兩尊門生 那他們穿的衣服 應該是唐代的衣服啊 對 那其實就看到的那個 史料 史料 其實唐代的武將衣服 是很簡單的 蛤真的 不會有飄帶啊 也不會有領巾啊 呵呵 嘿 然後也不會有那麼多裝飾物 喔 那就是 像戰士有盔甲這樣子 是 所以 呃 現在我們看到的幾乎都是清代以後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一些很漂亮 就是好像很威武 就是有盔甲的那些 其實是清代以後 才出現的那就是門神的衣服嗎 對 我然後 然後在精油才會師們 他們這樣帶帶相傳下來 嗯 那就我個人的推測啦 嗯 有些還會有一些戲劇的元素放在裡面 戲劇的元素 比如說像武將後面就是你會看到有像靠旗啊 就是插了一些旗子嘛 嗯 對不對 那像飄帶 飄帶就是可能是從那種唐代的一些什麼天王啊 那種畫像的元素去抓來的 對呀你說像佛教那種 對對對 四大天王風調雨孫那一種 對 諸如此類 就是一些元素 我覺得很 這種是一種 mix mix 我剛提到清代嘛 對對對 就看過來 因為我為什麼說清代是 呃台灣像陸廣天后宮 這樣的門神 可能以前就這樣 就是這樣子做了 嗯 所以我不能再去推更早 但是至少清代就是這樣畫 是 對 那有些元素就是 在由各個彩繪師 再去做一些擷取 那 就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小傳統就是他從一些吉祥符號 或是他喜歡的東西 他覺得 嗯 他想要再怎麼去裝點 嗯哼 裝點這個 這個門神 嗯哼 對就會再加速 加入這個 才會是自己的個性 但是其實是 在一個大架構上 就是 我們 我們認知了門神的一個型態 是不會變的 嗯就是 我們會說是大傳統的 就所謂的大傳統跟大脈絡 對 就像之前跟 土林經理討論的 嗯就是 誒如果一個門神穿了 別的衣服 他就不是門神 他就不是門神 大家就看說 這那也是門神 對不對 所以就是 我們對於很多事都會有一個 我們已經被教育 或者是被環境 就是 傳承下來的 既定的印象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我們的傳統也是這樣子 可以傳承下來 嗯 但是在裡面其實會因為 畫師他本身的喜好 嗯 或者是他的 他的喜好 或是他的想像力 然後加一些不一樣的元素 或者是他的詩程 嗯 或是他的詩程 或者是他的特色 對 或是在地特色這樣子 北部門部 中部的 才會畫師 喜歡畫的 還是會有些微的差異啦 嗯嗯嗯 對就像吉祥圖案 嗯嗯 對就是 吉祥圖案 對 就是 嗯 我們要那麼快切入這個嗎 可以啊 哈哈 吉祥圖案可以可以 對不對 先大致講了一下 姐姐切的好 哈哈哈 就是 欸我們等一下來聊好了 因為我們還有可以聊的 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好 就是 呃門神的 臉 好門神的臉好 對 就是他 他本身的眼睛跟鬍鬚 是我們賞悉門神很重要的地方 怎麼說 嗯 因為 我們都會常常聽到就是 四顧眼 四方眼嘛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呃那個 鬍鬚 那個 畫得好不好 就是這一幅門神 這對門神 對對對 哦 那 怎麼說 嗯 像 四顧眼 四方眼 就是 我們 我們大家都會知道 好像有些人就說 我們站在那個門神前面就是 怎麼看就在上面 他好像就覺得他在看著你嘛 對不對 他也就達到一種威嚇的作用啊 對 那我們 就像那個 西方的蒙拉莉莎這樣 以前我們都會說蒙拉莉莎的眼睛 就是怎麼樣看 然後覺得蒙拉莉莎在看你 然後很厲害這樣子 可是跟大家說的是 就是那個門神啊 就是台灣的門神 每一片門的 門神的眼睛其實都是在看著你 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不要在門神前面做壞事 哈哈哈哈 對 所以其實 這樣的畫法 台灣就有了 而且 很早很早就有了 所以大家其實 就不用千里 條條的跑到義大利去看 哈哈 OK 嗯 對啊 然後胡須的話也很重要啊 胡須就是我們 古代好像說 須是男子美貌的一個 一個象徵這樣子 所以有一把美須 就是很多古代男子追求的 對 那我們在門神裡面也可以看到啊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你說胡須的 胡須的那個形容 因為如果說你胡須有整理好的話 反正表示這個人真的很體面 然後又很得體 嗯 所以如果你今天胡須 就是你有留胡須 可是又留得很髒的話 是真的很討厭 哈哈哈哈 我可以理解 嗯 就是 然後最可怕的是上面可能還有那個 獅子 哈哈哈哈 好可惡喔 現在這個時代還有這種 長獅子的喔 你知道欸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就是它如果說是 呃 被畫得很有層次感 嗯 然後看起來 又不髒 嗯 就是它有那種 看得出那個裡面的衣服 嗯 有那個透視感 嗯 嗯 就是我們就會覺得 欸 這是很畫得很成功的 門神的鬍鬚 喔 對對有動感 這樣子 然後又飄逸 嗯 有飄逸感 又不髒 是個帥氣的門神 對對對 就是門神就帥度上升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有時候他們就會有 腐鬚的動作 對對對 就是也是形容 欸我覺得腐鬚真的很難畫欸 你要怎麼樣把那個門神 這樣畫得很動態 然後它在摸鬍鬚 可是它那鬍鬚又很飄逸 讓你覺得不髒 對 你形容很好 飄逸 對 就像女生頭髮飄逸 男生鬍子 哈哈哈哈 飄逸 我們怎麼聊到鬍子起來 對啊 對 然後飄逸 然後 女生 女生頭髮要飄逸 然後不能有頭皮屑 然後男生頭髮 男生鬍子要飄逸 可是又不能有 鬍痴 就是 看起來乾淨的感覺 對啊 看起來很乾淨的感覺 然後它很 就是 整體來說啦 它是其中一個 可是你又覺得它好像有點綴的效果 就很MAN 可是又很乾淨 對 很精神 因為現在不會有留那麼長髮飄 不會 對 所以就是那種 美感就是 表現在畫室的筆下 它就是要很 我覺得能夠很掌握的 像男步師傅就很厲害啊 對不對 那種透明感 對 對 透明感 對對對 它就不會覺得 喔那個 怎麼樣啊 它覺得那鬍鬚很茂密 可是又可以透到 讓它看到後面的衣服 嗯 沒錯沒錯 對 我覺得都是 處處都是功力耶 嘿 真的耶 真的難怪人家都說 就是 就是開臉就是要大腮去開臉 是 因為如果你開臉 胡鬚或者是眼睛畫醜了 那之前好幾天畫的那些功都 都 都消失了 嗯 沒錯 所以就是 就會被夢幻團隊給 嗯 給圍剿這樣 所以 所以其實像剛剛 古靈精說的很好啊 就是 其他的部位 嗯 像呃 比如說盔甲啊 衣服啊 或者是上面的紋路啊 那可能就是他的土地 或者是 嗯 塞亞去做 這樣子 那 當然他們也具備相當的功力啦 嗯 對因為他畢竟 也是 整體結構的一部分 但是 最重要的就是 眼睛 跟五官 嗯 這些部分 還有鼓序 那怎麼樣讓他就是 感覺很 剛硬 可是又很柔軟 對 那都 那都比較難的就交給師傅 嗯 這樣子 對不對 對 嘿 那 我們 剛剛聊到這個 就是說 你是要說領巾嗎 對 像清袋 像我們 比如說我們看清袋 因為我們剛 我一直以為他們穿的是唐朝的衣服 可是他們居然是 清朝的衣服 對 實在是他讓我驚訝 對啊 就是從一些資料看起來都是 嗯 至少是清代啦 嗯嗯 然後 裡面還有很多戲劇的元素 戲劇元素 就是我們看到武將的樣子 然後 然後後面有旗子啊 就是看國劇 以前看國劇的時候 欸 可是我覺得現在小朋友 不太看國劇欸 這 就是 嗯 因為現在市場的關係 哈哈哈哈 太多 大脈絡 大環境 對對對 就是 很多 很多可以看的東西嘛 嗯 但其實這個真的很好看 嗯 對啊 就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 就是現在是輪映到 到門神的嘛 就是到比較細部的地方 欸 那他們門神身上會帶哪些配備呢 嗯 我覺得如果要 像剛剛說的 神書玉律嘛 然後他如果要跟 情書保育時空不一樣的話 他們就是可能就是拿兵器不一樣 那他們拿什麼樣的兵器 像神書玉律 就是拿那個長的戰斧啊 嗯嗯 對 那 就是我說戰斧啦 啊那個 像那個 情書保育時空可能就拿 那個像鞭啊 那種劍 像劍的東西 嗯 就這樣的東西 就是長 常鑄裝 但是是短 短兵器就對了 哦 對不對 就是可以從一些 特徵上去知道它是什麼 嗯 什麼門神 還是會有區別 雖然衣服 大同小異 嗯 可是它還是要做出一些 區別性 那臉呢 臉喔 我覺得 臉的話 在神明上面 就不會有 太大的差異 在門神上很少 對臉不會有太大的 可是有一個黑臉嗎 當然就是顏色啦 顏色會有分啊 就是 還有眼睛大小 對對對 有的就是比較會 做一些特殊的臉啊 像你剛剛說就是比較 比較兇猛一點的嘛 嗯 對 那有紋面的啊 紋面就比較白啊 就要畫白面 啊也有紅面的啊 也有 類似青 青暗色的這樣子的 哦那就是深屬玉綠嘛 嗯 青暗色 就是 就是還有一些像佛 佛的 佛教的一些顏色 也會有一些不同的 的臉的 顏色跟 五官的特徵 那另外一個辨識就是 武器 嗯 對對對 其他我就覺得都 幾乎大同小異 嗯 對啊 好喔 嗯 那他們的盔甲呢 盔甲上面的花紋 要怎麼樣看出 他們穿什麼盔甲 金的 銀的 銅的 嗎 哈哈嘿 其實盔甲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東西 是一樣的 對 就是他都是一樣 就是 嗯 就是一些 戰甲的 戰甲的型制 是差不多的啦 然後就是什麼 庇護啊 然後有 有時候會配件啊 下面下身就是 呃 他會分上身下身啊 嗯 哦 就是 那還有上下 上下的里外嗎 比如說裡面他也穿比較 像內衣比較柔軟的衣服 然後外面才穿 會假 當然 就是裡面會 他還是有透出一些 就是軟布料的東西嘛 外面才是戰甲 對啊 然後戰甲的那個部分那些 有些是半圓形的戰甲啊 有些是方形的戰甲啊 那些就是 可能就是師傅的徒弟們去畫的啊 先看他喜歡嘛 對不對 然後在上面畫 畫成什麼樣子 就是 那個戰甲也會有 大概幾種 type的畫法 對不對 所以是看那個 彩繪師他們家裡 習慣怎麼畫 哦 嘿嘿嘿 對對對 所以其實也可以從戰甲上面看是哪一位彩繪師 可能 對可以喔 可以從 的脈絡 對對對 你可以從他喜歡用的符號 他喜歡畫的方式去看出這是 這是哪一個彩繪師 欸這樣說起來其實 能夠當門神的 真的很厲害 因為你看像現在天氣那麼熱 然後穿那麼多層衣服 難怪他們是神 對啊 他們不會像我們感受到 好熱 對 但是重點就是他們要很 有氣勢 然後看起來 隨時都在看你們 然後睡 蓄事待發 對啊 就是束手在這 對 然後有美麗的鬍子 不可以看起來太髒 太髒 欸對 就是這個 就是古代型男的概念 神美觀 對啊 是齁 好喔 那我們今天就是門神的 裝飾外表 我們就講到這邊 那下一集 我們其實要談到的就是 因為華納惠他其實研究的是 他是北部研究門神的第一人 然後北部啊 畫門神的最大宗的那個畫師是 許什麼 許蓮成 許蓮成老師 對對對 然後因為許蓮成老師 好像在2000年的時候就過世了 2002年 2002年 對 然後華納惠的 華納惠其實很好 很厲害的一點是 他在研究的期間 剛好好像是他最後一位 訪問到他的學者 嗯 我應該 可能是 有完整訪談到他的人喔 喔 對 好 那我們就下禮拜 就是邀請華納惠來 帶大家 認識這位 就是 北部 畫門神的 畫門神的 第一把交椅 許蓮成老師 好 那我們今天門神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 拜拜 哈囉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的節目你們還喜歡嗎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 卻遲遲不知道從哪邊了解起的 文化或跨文化相關主題 都非常歡迎您傳簡訊或留言來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邀請從事相關工作的老師們來節目和我們分享他們精彩的故事以及理想 我是古靈驚 再次感謝您聆聽我們的節目 並且感謝這次的節目後製張永喬行政執行陳文如兩位堅強的後盾讓節目得以順利進行 同時也非常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對於本節目的肯定與贊助 我們的節目將以一個月一個主題的方式邀請從事傳統藝術文化相關的朋友 來和我們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請正在聆聽節目的你不利息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禮拜頻道上見 拜拜